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 下一个 我接新人好不好 我今天尽量让新人来讲啊 孙孝川 孙孝川 孙孝川你好 开麦 捷克你好 捷克你好 来 孙孝川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我是那个在大陆长大的台湾人 然后我小学六年级到大陆 然后我在大陆读了大学 你是大陆长大的台湾人 哇哇哇 OK好 那您是台湾哪边 我是出生在新竹 但是我父母现在搬到台北了 OK 那您现在在大陆 你说在大陆哪里 我现在在美国读 我在美国读研究所 那你是等于是 你说你六年级就到大陆 那你等于六年级到在大陆 待到什么时候 我待到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我现在已经24岁 那你整个成长的过 最重要的过程等于是在大陆 你在行述你的思想那些 对 那你在大陆什么地方 什么城市 我在上海 就是我 初中和高中都在上海 然后我后面在广州读了大学 好 来 那个孙孝川 那您说您想要说什么 没有就是我 我先说就是 怎么说就是 其实我 我个人是 比较支持 一国一制的 我就不说那些政治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 其实我在大陆我是过得还蛮快乐的 就是 包括交到很多朋友 然后我也不是那种 就是比较 就比较 就比较喜欢 就比较喜欢 关注那种什么政治啊 意识形态的人 然后 所以就是我在大陆其实我也觉得就是 自由程度的话就也 也没有说受到什么 很大的限制吧 我个人觉得 我请问一下孙孝川 您说您支持一国一制 那请问一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对啊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 只从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其实我对 中共其实还是 就比较有好感啊 因为 因为我在上海这几年 理解理解 我看到上海其实是 当然我当 就刚开始去的时候 其实我 就是上海其实还 就是有很多 比较腐败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也越来越好 就比如说以前我同学嘛 他们可能有公务员的家庭 就可以比如说 那个部门的车啊 就可以随便开啊 然后可能就会 那个就有人送 送礼啊 然后送什么 什么很多 什么地铁卡 什么这种 然后可能送iPhone手机什么 但是现在 这种你就不能送了嘛 然后 就你现在可能送礼 都会 有点麻烦 可能会有人来查你什么的 然后而且包括以前 就比如说以前我父母啊 就可能以前遇到这些事情 都有去报警 那感觉那个警察就是 踢皮球 就十多年前 感觉他踢皮球 也不是很负责任 可是 现在呢 就 现在我 我 因为有时我同学去 他手机被偷 我跟他一起去报警 我就觉得那个警察 其实很热心的 然后他 他也跟我们 但他也跟我们做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 就说这个很难抓 但是 反正就跟我们解释一大堆 然后还给我们一个本子 说什么什么防诈骗啊 什么这种 然后就 然后我就 反正我就觉得说 其实他们的政府 是有越来越透明的啊 哦 了解 就是您个人在那边 待的那个亲身经验 对 你是觉得 那边越来越好 而且你是认同的啊 这样办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大陆就是他 他的政府体制 怎么说 就是 我觉得他是 是有点独裁 但是 我觉得他是 慢慢的偏向新加坡那种模式 嗯 就是说 他可能还是伊朗独大 可是他的法律会越来越透明 然后他的 就是社会制度会越来越晚上 所以其实我觉得 真正决定人民幸福程度 不是说什么自由民主 就 就不是说西方那套什么自由民主 什么选举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 真正决定人民幸福程度是 你法 法律 透不透明 就是公不公正 然后人民的福利高不高 人民有没有钱赚 这样的 嗯 嗯 所以说就是 然后 我看到中国这方面 是有做的越来越好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 就大陆啊 他的那个体制其实是 怎么说 我觉得他的体制的理想是挺好的 但是 就是执行 执行度的问题啊 就是中国大陆 他是执行那个 精英政治嘛 就是他们有那个 人民代表大会 嗯 就是说由人民选取人民代表 嗯 然后人民代表 他是精英 然后他再代表人民去 进行国家决策上的一些投票什么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套理念是非常好 嗯 但是他 有一环出了问题 就现在有一环出了问题 就他 人民 选人大代表这个一环 我觉得出了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把 能够把这一环接上 就是说你 人民可以 就是能够去选出人大代表 就这一环有做好的话 有执行下去的话 那 那我觉得就是 等于也算民主制了啦 等于是这个 对我觉得就挺挺好的 嗯 嗯 然后 那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孙孝川喔 呃 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中华民国 你个人的情感 认同是怎么样 或者说对台湾 你目前来讲 怎么说就是 我当然是希望和平统一啦 因为 因为毕竟台湾是我家乡嘛 很多家人都在都在台湾嘛 所以 嗯 我当然是希望和平统一 然后 然后我我我 其实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也是 怎么说 就我也是对共产党印象不好 就我还没在台湾 就小学的时候 你才小学 就是 就是 就怎么才就是 小学 你看神奇宝贝 你还共产党 好啦 你继续啦 就是 我说小学的时候 就是 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印象中就觉得 大陆是个集权 一个人独裁国家 国家嘛 就是 就觉得去那边好像会 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的家庭嘛 好像我们去那边可能 他不是无神论嘛 我们会被 怎么 哎 反正就会有麻烦嘛 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也还好 因为我们 那个基督徒的聚会 也是野上聚会啊 你在大陆那边 基督教的聚会也是都正常 是不是 对啊 他也没 怎么说就是 所以我们是有 教会有几个人 他有被警察 请去喝茶 但是他就是 但他就是 就请你喝个茶啊 跟你聊一聊你在干嘛 然后也 反正也没找什么麻烦啊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也还好 而且我们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 也有 教堂啊 什么就 反正我觉得他宗教这块 就也没有什么 个人体会啊 就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太大的限制吧 就你只要不要搞什么 邪教之类的 沈孝川 我稍微跟您 就是就现实面来讨论一下 您说你支持一国一制啊 但是 好像就实际上的 操作层面 似乎只有武统 才会一国一制欸 呃对 就是怎么说就是 我个人是觉得 是希望一国一制 但是我知道这可能 比较难 所以 一国两制也可以 没关系 你如果要一国一制 那就是 要出兵台湾 那你情感上 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 对岸要出兵台湾的话 我觉得最好就是 先一国 就跟香港一样 先一国两制 可能一个几十年 度过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 那就是和谈啦 那就是用和谈的方式 就对了 对 然后我是希望就是 呃 怎么说 我觉得其实大陆 我就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 就是 可能 就像刚才有个人说 就可能十年前 台湾还好谈 但是现在我觉得 呃 就 因为其实我也承认 就是中美问题 台湾问题本质上 是中美问题 就是 就是台湾的回归 就两岸的统一 我知道我知道 还是回归中美问题 没错啊 但是我要问你的就是 因为你个人特殊的背景 好我现在直接问你 你支持武统吗 我是不支持武统 就是 我当然不喜欢武统 因为 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当然不希望武统 嗯 你还是不希望武统 但是你是基于建立在 认为对台湾比较好的情况下 你是希望台湾 能够先一国两制 这样子 那一国一制 在渐渐的走向你未来理想的状态 是不是 对对对 是的 好 了解 嗯 刚才就是有一个 当然我也觉得现在不具备 因为刚才有个人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有一个陈老师吧 他说可能 明年就武统 对 其实我是不认可的 但是我不认可 不是说我从台湾人讲 我是从大陆这个利益来讲 刚才还有个党员 有个资深党员 他说那个 就是中国的基础很好 其实我也不太认可这个 因为 总之就是 其实中国的基础 他说那些人口红利 就其实中国的他基础是很差的 嗯 包括他地缘 他周围那么多国家 然后地缘关系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起步也不好 然后建国是百废待兴 然后至于那个人口红利 是因为通过 就是中共这个好几代人的努力 才将这个劣势 变成优势的 好 所以就是不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 就变得自大 我觉得还是 好的 反正其实短期判断也是不会武统 就是讲白了就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 因为武统的话你 什么时候 就是中国他毕竟不是世界老大对吧 嗯 然后他是武统台湾 中国现在经济结构也不健康 嗯 然后他还是需要跟外面世界贸易 如果武统的话 现在武统的话 他可能会遭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嗯 那对中国来说是很伤的 可是 那什么时候有条件武统呢 就比如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一 就是说全世界都要依赖着他 那他在武统台湾 那其实没人敢制裁他 他没制裁你就不错了 你还制裁他 比如说你像美国打伊拉克嘛 美国打伊拉克 他怎么打 他随便怎么打 都 就是你看哪个国家敢制裁他 没有人敢制裁他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 但是美国 中国要强到那个程度 跟超过GDP超过美国 是两个事情 就算中国GDP超过美国 也没强到那个程度了 对对对 他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 中国现在不具备武统的条件 因为还是要以发展为主 因为你武统的话其实 就是 当然可能捅一下 但是其实挺伤的 我觉得就是 而且 而且包括你 比如说你像中国 他不是 经济结果不健康 那个房地产占比很重 是 如果你武统的话其实 怎么说就是你沿海 可能对沿海的那些房价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影响的 好 好 那了解了 好那谢谢孙孝川 也希望那个武统不会发生了 好不好 我们共同的愿望 好不好 对我是希望就是 就是和平 就是和平 然后我也相信就是台湾 肯定会在我有生之前回归的 因为你还那么年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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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谢谢你啊 孙孝川 谢谢你的call in 哦不会不会 好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接到一位台湾的朋友 而且他的那个 背景也蛮特别的啊 那我再谢谢那个YT的donate YouTubedonate 谢谢 谢谢 彩管系张俊佳 谢谢 捷克北部人拔 南部年轻人大部分 其实都是这样了 南部老一辈 现在还在分本省外省 真的老一辈还在分本省外省 哦我的天哪 都什么时候还在分本省外省 啊来谢谢微信的斗内啊 谢谢明 谢谢 好那我来再跟我现在线上还有1500多个 来我来再跟线上朋友再打个招呼啊 啊不打招呼打个广告 我真的头完全昏掉了 再跟大家打广告 就是我现在在b站跟头条 呃都开了自己的频道 然后频道名称也叫做我是柳杰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在头条跟b站的频道 我是柳杰克啊 那我在头条的影片似乎点击率好一点啊 那我以后也会多多尽量把我 那个YouTube上面的影片能够上到头条跟b站这样 那至于我在直播的节目呢 我会把我直播节目放在会员区啊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直播完整版的节目呢 你们就加入我的会员 那我会员的会费很便宜啊 我一个月只要15块台币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块钱 那我不是要赚你们这个会员的会费啊 我只是想要有一个地方能够把我直播的完整版放在那边 那让我在公开的平台上面可以上传我直播的精华版 那这样子我会比较能够吸引到点击率啊 那因为我在经营频道我也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多一点点击多一点曝光 那这样能够让多一点的粉丝知道我的频道 那我这样才才能够有收益 我的频道也才能够越多越做越大嘛 所以这是我在经营上面的策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看我直播完整版的 那你们也只要花一点点的小钱 一杯王老吉的钱而已 加入我的那个会员区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想今天我在直播 就直播到这样了 到这里好不好 那如果还有朋友没有接到你们的coin 真的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礼拜三我还会再开一场直播 那我也很开心就是 我的直播真的越来越多人看了 那可能议题我也有抓对了 那以后我也会尽量就是 接多一点的网友的call in 好不好 我以后时间控制会再控制的好一点啊 真的 我会尽量再再多改进一下我的那个直播的节奏 好不好 那今天因为我头真的有点昏了 不好意思啊 大家我知道大家 还有很多人想讲话 但是我头好昏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那我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啊 礼拜三再见 Have a nice dream 周末愉快 拜拜